这个小女孩为了追一只鸡 从前厅追到内逃 从一楼追到三楼 再从三楼追到屋顶上 正是因为有了好功夫 才让她在屋顶上健步如飞 下来的时候也很惊险 瓦片掉下来的时候让众人操睡了心 可当她平安落地的时候 她父亲点头对她表示肯定 然而没有一个人为她鼓掌 作为其他人看着她都摇头走开了 似乎在那个年代 女孩就不能太有本事 温文尔雅 相扶轿子才是女子光要门妹的阵律 得不到众人的赞赏 她的神情也由喜悦转为疑惑 她父亲告诉她 身为女儿生既是有一身的本领 也要在众人面前掩盖自己的锋芒 她似懂非懂 但还是听了父亲的话 选择当一个众人口中的好脸 一座座高大宏伟固如金汤的建筑 就在这动荡不安的岁月中拔地而起 众多年龄相亲 共同生活在这极具民族特色的建筑内 好性生动都不难 为了不再成为众人的反面教材 收敛了自己的性格和锋芒 数年后 北江丝绸之路的荒漠上 牵着骆驼的女人 被眼前的神秘女巫所迷惑 这妆容确实让人不忍直视 但更不忍直视的还在后面 有了这一身皮囊 女巫轻易地混入了城内 在内应的配合下 柔软的轻骑兵 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这座城市 故技从事 最后一名生还的士兵 变成了女巫附身的最好目标 对于边境的屠城 皇上龙颜大怒 是要将柔软大军一举见面 有了女巫做眼线 柔软的大喊 轻易地了解了帝国大军的动向 这边 女巫和柔软骑兵试图挑起战争 另一边 这个脸被涂得又白又红又黄的女人 就是花木兰 当初收敛锋芒的小姑娘长大了 到了该相亲的年纪了 顶着这身得罪的造型师的打扮 她就要去见媒婆了 我的天 原以为花木兰已经够夸张的了 没想到这个媒婆的造型 更令人震惊 哪吊的丸子头上面 还要插两根金钗 眉毛弯的像蝌蚪 至于眉毛旁边为什么还要画一只蝌蚪 实在就看不懂了 相比较下来 花木兰的造型也没那么难看 所以 木兰这奇葩的造型 果断是被媒婆夸奖了 文静成拙 优雅显蜀 从容有礼 听到媒婆这么夸 母亲和姐妹纠着的心 也就放下了 原以为过了媒婆这一关 木兰的婚事就要定下来 但一只蜘蛛的出现 打破了所有 木兰将蜘蛛压在茶壶下面 媒婆有些不满意木兰的动作 因为她希望茶壶要摆在正中间 就像她自己坐在正中间一样 一切事物看起来都那么有规矩 没有办法 木兰听媒婆的话 把茶壶放回中间 而蜘蛛也因此惊吓到了周围的人 媒婆因此被下方倒在地 桌上的茶壶也被抛到空中 胆小的女人们因为蜘蛛乱了正脚 木兰却一点也不慌张 把头上的银材取下 接住了两茶杯 腿折接住了茶壶 只是帅不过三秒 她的头发因为没了银材的固定 散落下来遮住了视线 她自己也摔倒了 杯子碎成了渣子 木兰在媒婆听中的形象 也碎成了渣子 顶着一头乱发 木兰出了媒婆的门 就一直被指指点点 在众人看难 木兰这样肯定是架不出去的 乌漏偏风连夜雨正在指示 为了对抗柔软 朝廷的真兵令下来了 木兰相亲失败 朝廷的真兵令也走进了家门口 每一家都要出一个蓝丁重军 连过花甲的父亲颤抖地接过了战书 父亲也曾是有过战功的人 只是花家除了父亲没有别的蓝丁 眼看着腿上的旧伤还未痊愈的父亲 木兰心有不忍 晚间 母亲为父亲送行 都分析说此行将是凶多吉少 看见父亲用剑的手都在止不住地颤抖 一个决心在木兰心中悄然滋身 等众人睡起后 木兰披上戎装 拿上父亲的剑 带别人祖上了池塘 就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侦土 军中的爷们粗犷好慢 金德木兰直无言 只有深夜他才能够放下一只选者的心 军中众男儿要急起洗澡 为了躲避众人 他主动申请业界战稿 风吹雨淋都不怕 在这里 他结识了一群如亲兄弟的好战友 可是一次军中对面 却激起了他的好战心 他忘记了父亲当年让他掩盖的锋芒 一条大枪上下翻飞 最后更是一个鸽子翻身 将枪踢了出去 让一旁的战友看得目盾口呆 原来这小子还暗中留了一手 就这样 白天练功 晚上站岗 久而久之 木兰身上一股酸臭味 原来 他一直没有机会单独洗澡 这天晚上 他找到了一处没有人的水池子 脱光衣服准备好好洗洗 没想到 他的战友也爱了 还需要跟他一起公寓 忍着臭味好几周 终于有机会洗澡的木兰 就在偷衣服之时 突然来了几个真正的男人 要一起洗澡 还好现在夜色真浓 和水眼没过了胸膛 但木兰还是有点害羞 说出的话就比较不留情面 果然 气足了战友 他才放行了下来 里面 柔然的大汗 正在造极各部族的首领 有了他们的协助 大汗有了荡兵一切障碍的勇气 他的部落一路攻略成齿 势如破组 而木兰这边 经过了一番苦练 士兵们也是个个身轻如燕 木兰也能骑着凉笼水 腰不酸 腿不疼的灯状山顶 还没享受几分钟变强的喜悦 边关战士就吃紧 当濒临成像 柔然士兵与中原士兵势必有殊死的一战 木兰他们被提前争吊到前线 与敌人作战 一路风餐露暑 但最令人胆寒的却是尸痕别 血流成河的沿路村战 第二天 他们就要面对凶残的敌人了 虽然心中仍有恐惧 但一战到底的决心却始终无法被动摇 赤日清晨 战士们迎着秉烈的寒风 等待着与敌人最终决战的时刻 在搏斗之中 只见前面一队骑兵掉头离开 木兰受命前去追击 但随其人马却被纷纷射伤 木兰只有只身进入雾气弥漫的峡谷中 却忍不防被女巫幻化的苍蝇袭击 她很快被女巫识破是女儿生 也许是心情相惜 女巫并没有将她置于死地 再次醒来了木兰 决定面对真实的自己 女巫的话让木兰疾呼灌顶 她想起父亲说过的 忠永真 看到剑上刻的字 终于决定坦诚面对自己的女儿生 她卸掉一身厚重的盔甲 散开一头秀发 一袭红衣架着骏马 很快敌人便四处奔逃 而女巫之幻化为铺天盖里的乌鸦 飞向士兵 逼得士兵躲在一个个盾牌构筑的防御中 这正中了敌人的技术 火球从天而降 一击击准 木兰见状不妙 策马袭击至敌人的后方 迅速拉弓射减 射死了不少敌军的人 敌军见后面还有射击 便立马转移目标 敌人瞬间被铺天盖底的选拨买账 木兰则马上重情赤身 远离了选拨 然而 纵使木兰凭一己之力 救下了一个赢的战友 将近却一气之下将她逐出群中 这让木兰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悲战 此时的女巫从天而降 不被同伴接受的木兰 让女巫也觉得他们有着相同的命运 她鼓呼着木兰跟她一样 俱为柔胆效力 说不定适成后还能得到封赏 但木兰没有被女巫蛊惑 她觉得自己和女巫是不一样的 因为自己心中有着精尊报国的梦想 就是这梦想和坚定的信仰 让木兰重新找回了自信 在得知皇帝有难时 木兰毅然的选择了再次回到军营 将消息带给了将军 原来边境的侵扰只是柔然人的策略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进攻刺杀皇帝 本来将军不愿意相信木兰 但听着一个又一个昔日作战的战友 表示相信将军也妥协 他们点了一支精锐的小部队 让木兰带着兵回宫就家 这边木兰带着精锐的小部队迅速回宫就家 另一边的柔然是个 已经悄然无声的潜入皇帝的身边 羽巫假扮成宰相将皇帝诱出皇城 大汗则早已埋伏有序 木兰来到宫殿 皇帝却早已离去 楼椅上坐的却是女巫 羽巫惊奇的发现 原来中原木兰竟然可以以女儿生领兵打仗 在木兰的一番劝点之下 羽巫也幡然醒悟 他还是给木兰指引了皇帝所在的方向 此时的皇帝早已被大汗困于囚顶之上 就在大汗叙叙叙叙向皇帝抒发情怀时 木兰即使赶到 大汗拉弓射险 却误视了大雕 女巫就此死在了木兰怀中 这下 大汗和木兰开始了最终的决斗 毫无疑问 肯定是木兰赢了 他因为救驾游功 被皇帝清点为上属 但为了尽孝 木兰完颜拒绝了皇帝的请求 皇帝也感动木兰的孝心 之前父亲的剑在战场上弄丢了 皇帝又刺了他一把刻着孝子的剑 故事到这里 木兰终于荣归了故里 乡亲们不知道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父亲母亲也更是不知 当皇帝拜撤封木兰的将军前男 父亲还以为是女儿女伴兰庄闯下了大火 正要求情才知道自家女儿得了很高的封赏 将军再次请求木兰加入帝国的军队 木兰终于由一个女孩变成一个战士 由战士变成一名将领 最终将领变成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她的勇敢忠孝被我们代代传送 流传至极 就连外国人也喜欢这个替父从军的故事 欣赏木兰的勇气与担当 因此也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 迪士尼真人版的电影 花木兰 也论深入稿前